原标题 真集 以中正言 自届时 留学日本时于自创杂志军声中使用之笔名 后成为字 其名另意为其届如实 英文绰号 发生米 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蒋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级上将 集大元帅 之英文简称 知名官衔 委员长尊称伟作 校长黄浦军校首任 为了与其子讲经国区分 人们又称其为老蒋 不过 蒋介石还有一个有趣的称谓 叫空一格 这个空一格 与对蒋介石名字表示尊敬的书面格式有关 空一格的说法 直接来源于台湾很多有关蒋介石的记载 记载中一般为先总统 然 后中间空一格接后边的讲工 关于为何要空一格 有人认为与蒋介石信仰基督教有关 在圣经中 有关神的称谓前都是需要空一格的 比如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在神到天地的日子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你们的神 据说这是因为最早的圣经都是首抄本 每次抄道旋的称呼时 抄书者就会去洗手以示圣洁尊敬 后来就延续下来 每个神字前都空一格以示圣洁尊敬 其实也不完全对 因为这种空一格的做法无疑有之 是传统中文文书的一种书写习惯 空一格言格叫挪台 是抬头的一种 是为表示尊敬 在人民集称位的前面留一个字的空白 还有一种叫平台的书写格式 较之挪台而言更加尊敬 使用时 将人民家官职或尊称 直接换行顶头书写 换行顶格书写 常用于帝制十七官员上奏的公文 有关平台与挪台的 历史 迟迟在唐代就已经出现 敦煌文书中将平台称为平 挪台称为区 近代以后 传统书信中平台的方式逐渐减少 挪台则依然普遍使用 今日港澳台地区写信 团时时可以见到用台的方式 1947年年底 东北战况危机时 蒋介石集在日记中写的 至时时祷告三次 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以内各省之共匪 并令我不可放弃永集 长春各要据点 可知 天父之义者 皆和实际与必然之力 凡遵照天义者必皆成功也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的天父 上帝时 常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宠 1957年 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作一字传 按蒋介石的意思 讲述那段历史 此书所提到蒋介石的地方 都要先空一格 空一格脱胎于传统文书格圣罗台 却又因与蒋介石经常一起出现 于是 就将蒋介石称为空一格先生 流传开来成 为蒋介石一个别致的雅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